这种死事一般来说 都是遵从主人命令的 就像是眼前的这一个 他虽然站在这里一动也不动 那是因为失数者给他下了命令 让他守着这个房间里面的人 不管是任何人 只要是不踏入他的警告范围之内的 他是不会动的 但是现在叶浩轩已经是 踏入了他的范围之内 所以说这让他瞬间警觉了起来 叶浩轩的实力现在被压制了七成 所以说对付起这种东西来 也是挺吃力的 而且他不确定这家伙 是属于哪一阶的死士 更是不知道 制造他的高人 是属于哪个等级的 所以说叶浩轩得小心一点 眼睁睁地看着叶浩轩向前走了一步 这名死士他突然就发话了 如果你再向前走一步 我保证我们之间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了 你居然会说话 叶浩轩有些惊异地看着这名死士 要知道 一般来说死士是没有任何的灵质的 他只会守着自己要守护的东西直到死 但是这个死士居然会开口说话 那这就说明啊 他是有灵质的 这可是让叶浩轩吃惊不小 他打量着这个死士 一言不发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死士抬头悠悠地说道 大前世界无奇不有 死士也未必 只是没有灵质的生物 他们也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有自己的灵质的 尽管这种灵质 不属于原本的他 明白了 叶浩轩点头道 你是一个另类 或许是吧 我是一个另类 哈哈哈哈 死士微微地一笑 他的脸并不像是之前叶浩轩遇到的那些死士一样 表情木的 没有一点反应 相反 他的表情还挺丰富的 里面关着一个女人 叶浩轩问道 不错 里面关着一个女人 死士微微地点点头 我的命令就是寸步不离地守在这里 不能让他离开 守着他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叶浩轩问道 我想知道你们的目的 不好意思 我得到的命令只是守着他 至于有什么目的 那要等我的主人来了之后才能说 死士微微地摇头 对于叶浩轩的提问 他并不知情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守在这里 唉 你真可怜了 比起那些没有灵智的死士 你是幸运的 但 也是不幸的呀 叶浩轩惋惜地摇摇头 哦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此时咧嘴笑了 说你幸运 是因为你有灵智 你还像是一个人一些 但是 说你不幸 唉 是因为 你有着你自己的灵智 但是却没有自主行动的能力 你只能听命于你的主人 这对你一个有灵智的死士来说 是很痛苦的 我不否认 你说的话的确是有几分道理 死士想了想叶浩轩的话 他点点头道 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只是一个死士 不是吗 我只是 要守着自己该守的东西就足够了 不是吗 好吧 你这样说 我也赞同 叶浩轩笑了笑 放了那个女人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想要里面的那个女人 你得先过我这关才行 哈哈哈哈 死士笑了 你确定 你不后悔吗 叶浩轩看着死士 我确定 我不后悔 死士摇摇头 我是死士 这是我的目标 也是我的命令 喂 我说你们两个 到底打不打呀 我的手机都快没有电了 我拍了半天全是对白 一边的 一边的许士雅有些不乐意了 他不满地对两人叫道 好 行了 现在就开始 叶浩轩点头 他看着死士道 开始吧 你的实力被压制了很多 死士看了叶浩轩一眼 所以你现在的能力 并不是我的对手 换句话说 就算是你能胜我 你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那可未必啊 叶浩轩微微地一笑 我是向来 能带给别人惊喜的 而且我觉得 死士就是死士 即便是有灵质 也不能跟人比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 不是根据他表现出来的 实力划分的 所以我觉得 一会儿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是吗 死士笑了 跟你们这些正常人 接触得久了 我学会了一种技能 什么技能 叶浩轩好奇地问 那就是装逼 死士咧嘴一笑 他猛地向前大步地踏出 然后向叶浩轩呼地一拳砸了出来 他的这一拳宛若流行 如同平地一个炸雷一般的响起 唤起了一抹光景 向着叶浩轩扑来 叶浩轩当然也不甘示弱 现在太长没有办法召唤出来 他只能用肉掌 跟这个家伙拼了 不过有一点 这个死士 是没有说错的 自己现在的实力 的确是比不上这个死士 高手过招 并不像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精彩 相反 高手与高手之间的拼搏很平淡 平淡地让人感觉到吃惊 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动作 每砸出一拳 都会带着最精准的动作 最纯粹的力量 他们的对决 是力量与力量之间的拼搏 呼呼呼 拳影相交 两人不知不觉地拼了数拳 叶浩轩手中的银针 不实地向前刺去 每于对方对出一拳 趁着那片刻的停顿 他都要向对方再刺出一针 砰 两人的拳头在半空中相交了 然后都向后迅速地退了出去 好厉害 死士笑了 他活动着自己的手指关节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的对手了 如果是一般的死士 还真的输了 不过我不是一般的死士 所以你今天必须付出代价 而且你也不用费你的针了 我承认你是一位高手 而且你对于医道方面更是厉害 但可惜你忽略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是一名死士 你的这些东西刺到我的身上 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特殊的感觉 因为我是死士 我没有灵魂 我没有感情 我也没有学位 这些 你完全就是对牛弹琴 死士说着 在自己的身上一抹 叶浩轩刺在他身上的大部分的金针 都被他用手抹掉 他带着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看着叶浩轩 厉害 你果然是战斗型的死士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每一位死士被制造出来 不都是为了战斗而生吗 叶浩轩笑了 而且你不了解我 我也是有些与众不同 因为我也有一种特殊的技能 那就是欲强则强 那感情好啊 那样就公平了 来吧 拿出你真正的实力 与我一战吧 死士笑了 他的神色一崩 然后迅速地向前踏出 但是他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右腿 不知道为什么 变得僵直了 他站起来 吃惊地看着自己麻木的右腿 他是死士啊 他是不知道痛的 但是今天遇到的这种情况 是他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他也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动啊 你倒是动啊 叶浩轩笑了 他站起来 颇有兴趣地看着这个死士 你真的以为我的真是吃干饭的 这不可能 我没有经络 死士艰难地站起来 他的双腿瑟瑟发的 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按理来说他没有经络 他也没有穴位 因为这些东西在他的主人 把他制成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叶浩轩 刺在他身上的针 应该是不管用的 可是为什么 偏偏现在 他的腿抬不起来了 而且他感觉 自己的双臂 也开始颤抖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也说不清楚 说句最大的话 我是一位不错的中医 叶浩轩微微一笑 我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 一个人身上的穴位和经脉组成 死士那一套 我比你的主人更清楚 他无非就是封闭了你的罩门 让你全身的穴位都失去了作用 但我可以用一些特殊的办法 激活你身上的罩门 那样的话 你就会和正常人一样 我的实力不强 但是我比你更了解 人体身上的穴位 所以你安心的去吧 叶浩轩向前走了几步 走到了死士的跟前 死士伸出手去 他想向叶浩轩发出攻击 但是他的双手 现在已经不算是他的手了 他无力的挥出一拳 便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一动也不能动了 唉 可怜人哪 叶浩轩摇摇头 他转身对许士雅道 拍完了没有 拍完的话 我们赶紧干正经事 你点也不精彩 许士雅摆了叶浩轩也 他收好了手机 眼看着叶浩轩向前走去 一拳轰开了那个 并不算是太结实的门 看到了像是受到惊吓的 李儒在里面 出来 叶浩轩淡淡地说 叶浩轩 李儒听到叶浩轩的声音 就好像是听到了旧姓一般 他迅速地从里面跑了出来 跑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他一把抓住了叶浩轩的手臂 鼻子一酸 眼泪不争气地落了下来 美女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得走了 叶浩轩皱了皱眉头 他还真的认为李儒是一个女强人 那种永远也不会流泪的女人呢 可是到了这关键的时候 原来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我没想哭 我只是 只是太激动了 李儒抹了一把眼泪 他紧紧地抓着叶浩轩的手 只有这样 才能给他一点安慰 走吧 今天闹腾的时间够长了 我们该离开了 叶浩轩笑了笑 他拉着李儒向外走去 喂喂喂 你们这不是正常的打开方式啊 你们两个不是应该在一起抱抱吗 小丫头看着这一幕 她感觉到无语啊 她觉得两人就这么走了 有些不正常啊 那最起码你们得抱抱啊 那连抱都不抱一下 就这么走了 少说话 赶紧走 上面估计已经翻了天了吧 叶浩轩指了指上面 然后带着两人一起离开 上面果然翻天了 自从有人发现刘洁晕倒在地上 浑身湿血之后 整个叶总会几乎都炸了 有人通过监控锁定了叶浩轩 然后整个叶总会被清空了 今天大凡是在叶总会工作的人 一人手里拎着一把砍刀 他们在大厅里面等着叶浩轩呢 电梯的门刚开 眼前的情景让叶浩轩愣住 只见一群杀气腾腾的人围在电梯口 围首的一个光头 脸上带着刀疤 她的脸色十分的难看 要知道 刘洁可是这附近的地头蛇呀 不敢说黑白两道通吃 但是至少没有人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找上门呢 可是今天晚上倒好 他们的老大被人戳得是浑身都是血 趴在地上几乎断气了